我们身在现前这个社会 众生可怜了 太苦了 怎么来的 地球 严重的染污 大地被染污 农药化肥被染污 土地有毒素 水之云被染污 树木花草 所有的动物被染污 空气被染污 有同修告诉我 有老鹰在空中飞 无缘无故的从空中掉下来 跌死了 还吐血 我想这应该是空气的任务 或者是他吃的东西 饮食的任务 佛在这个境上告诉我们 饮苦是毒 半个世纪之前 我们念这句话不懂 总认为 佛说得太过分了一点 今天来看 一点都不错 是不是释迦牟尼佛 讲那些话 就是讲 现前的世界 每一个人都想保护自己 能保得住吗 这些念头 全都是妄想 还是把身当作自己 如果真看破了 你不用保护 那就真的保护了 为什么呢 你心清静的 经教上常常告诉我们 清静心 不受厉务 现在医学上的名词叫 免疫功能 清静心是免疫功能的 什么毒都不会接受啊 染不上啊 你要常常照顾自己的身呢 那你这是一个媒介 就染上了 你亏吃大了 所以你得要看破 一切顺其自然 端正心力 遇到这些横力 来的时候 怎么办呢 你就老老实实念这句阿弥陀佛 什么灾难都快 都快解了 这句佛号功德不可思议 这句佛号 是摄放三世 足有一切如来的心咒啊 那个力量 那个力量都大了 这真的不是假的 慈悲心 能解读 真诚 真诚慈悲 你不会受到感染 纵然感染的时候 自然它就化解了 佛这些话 我们信不信 有十分信心的人 他就得十分利 有两分信心的人 他就得两分利 与佛不相干了 完全在自己决定 我要几分的利 那你就有几分的信心 自己决定 不是别人决定 佛菩萨 不给我们做主 上帝 与阳洛王 也不给我们做主 做主的是自己 不是别人 所以佛才说 一切法 从心下神 就这个道理 这一时太重要了